而四周的天地 也因为这八十八根月光神柱的神威震荡不休 代表着明月谷的方圆千里连绵山谷 此刻不知有多少坍塌陷落 而在原本月煞湖所处的山谷地面之中 八十八个如同深渊般的洞眼之中 还不是传来可怕至极的震荡 仿佛有诸天万界 在其中被熔炼了一半 甚至有的动眼 此刻还喷出了岩浆 狂暴地热浪席卷天地 只是这么一下 便让明月谷损伤惨重 让无数生灵涂炭 侯天一时间便沾染了莫大因果 背负无尽骂名 该死 该死 侯天此刻已经气得昏了头 双眼赤红 杀意沸腾地紧盯着夜晨三人 恨不得直接将夜晨他们生吞活泼了 这样才能消了心中的恶气 在侯天看来 一切都要怪罪夜晨三人 如果夜晨三人不进入月煞湖 他怎么会想要动用阵法来毁掉月煞湖呢 而如果侯天想要毁掉月煞湖的时候 夜晨三人不冲出来 夏若雪不将月煞湖收起来 他又怎么可能给这方天地造成如此可怕的损害 与此同时 侯天也很清楚月煞湖是一件法宝 只是连他都无法完全掌控 只能放置在这里 岂能想到夏若雪竟然能够将月煞湖收入囊中 如此一来 侯天就不仅仅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了 简直是赔得倾家荡产亏大了 你们让我丢脸 我便要你的命 此刻 侯天暴怒地看着夜晨三人 狂暴的辉红灵气爆发 浩荡明月光滑映照四方 他的双眼赤红 内心的杀意甚至都影响了他的灵气 此刻原本皎洁的月光灵气 竟然变成了深褐色 连映照四方的月光都变成了星红颜色 你们全都要死 侯天身后的星红血光冲笑而起 竟然在他身后 凝聚出一尊张牙舞爪 神色猙獰的可怕怪物 向着夜晨三人暴杀而来 简状 夜晨眉头一挑 而夏若雪则是露出一道笑容 他们两人同时将小白护在身后 夏若雪虽然境界不敌侯天 但对侯天的功法太熟悉了 他知道侯天的弱点 你小心点 这家伙交给我们 夜晨与夏若雪一口同声地说道 反应过来不由对视一眼 两人眼中都是无尽的柔情闪动 此刻被星红血光笼罩的侯天 已然爆发而至 他背后的星红怪物 同样狂暴的一掌杂来 夜晨能够看到怪物 那巨大手掌之上的一道道诡异纹路 还能看到他手掌之上 那锋利指甲闪烁的烈士寒光 不过面对着怪物 夜晨却没有丝毫畏惧 反而体内灵气震荡 不退反进 煞剑在手一剑斩出 煞剑与怪物巨大手掌碰撞的瞬间 毁灭神道爆发 浩荡的毁灭之力席卷而出 直接涌入怪物的身躯之中 不过片刻时间 怪物的手掌连通手臂便轰然炸开 这还是侯天发现得快 及时止损的结果 如果任由毁灭之力 在怪物体内蔓延 不超过三息 夜晨就敢保证 这整个星红怪物都将彻底炸裂 化作飞灰 而在夜晨对付怪物的时刻 夏若雪也对上了爆杀而至的侯天 只见夏若雪手掌掐绝 周身有一缕缕月光悄然涌现 这月光带着浩瀚的月华元气 让这方天地震荡 原本被侯天星红灵气 映照成一片血红的天穷 此刻却是被无边黑暗笼罩 一轮皎洁明月 在这黑暗之中缓缓升起 这轮明月一出现 便仿佛是诸天万界的中心 无尽规则 无尽灵气 开始环绕着明月流转 与此同时 清冷的月光 也从这轮明月上洒落而下 和夏若雪身上的月华元气 同出一处 而且还隐隐与夏若雪自身的气息 形成特殊的节奏联动 天地间 一道道玄妙异常 蕴含着根本不能领悟的 浩瀚深意的规则波动涌现 夏若雪看向猴天 周身的月华元气骤然飘出 辉煌浩瀚的月华元气 环绕着夏若雪 将她衬托得仿佛月之主宰一般 掌控着浩荡神威 月下飞天尽 云生皆海牢 我为明月圆主 陈上一切地 夏若雪冷漠地望着猴天 先手一抬 一轮圆月在她掌心浮现 月影浮动间 清晰可见圆月上有一棵树 还有一座灰红宫殿 繁复地符文交杂 她将圆月震荡出去 整轮圆月明亮而辉煌 里面的宫殿 甚至传出了一声凤鸣 那棵树则是百枝摇晃 洒落出无尽的清灰 诸般浩大的气象 在这一刻显现 这仿佛不是灵力凝成的圆月 因为实在太真实了 仿佛天上的宝月 真的坠落在她手中 灵气逼人 看到这浩荡而来的明月 侯天的脸色也是难看至极 她怎么也想不到 夜晨与夏若雪 竟然能强到这个地步 她作为乾坤镜中期强者 都不能轻易碾压 我怎么会摆在你们手上 别做梦了 侯天怒吼一声 眼中陡然亮起 无尽星红光芒 一轮星红之月 在她眼中映照而出 隐约可以见到 一柄魔气森然的长刀 从星红之月上爆射而出 下一刻 虚空破碎 一柄席卷诸天 灭绝一切的魔气长刀 竟然真的从侯天的眼睛里 冲出来 直勾勾地冲着圆月而来 接下来 月光浩荡 深微流转的圆月 与沙翼毁天灭地 魔气震慑珠天的魔气长刀 轰然碰撞在一起 这一刻 天地仿佛传来了碎裂声 这可怕的术法 碰撞让天地撕裂 泯灭一切 圆月与魔气长刀震荡不休 下一刻纷纷碎裂 而在场众人的面色 也再度变换 你修习了明月天书 侯天凝视着夏若雪 一字一顿地说道 哼 你身为明月谷谷主 竟然修习魔功 真是够可耻的 此刻 夏若雪也是冷然地 看着侯天略带愤怒的 夏若雪施展的圆月神威 太过强大 而且也蕴含着浩荡的元气 只要接触过 基本上都能看出来 夏若雪修习了明月天书 而侯天身上的魔气 则更加显眼 不过让夏若雪震惊的是 侯天所运转的魔功 竟敢给他一种熟悉的感觉 魔刀破天法 夏若雪盯着侯天 这魔刀破天法 是明月谷镇压的一门魔功 他和小白来到明月谷后 特地了解过这门功法的来历 魔刀破天法 和明月谷的功法 互相克制 所以明月谷初代谷主 会将这魔功镇压 只是没想到 侯天竟然会修习这门功法 此刻 侯天看着夏若雪冷哼一声 随即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没错 这魔刀破天法 是我明月谷镇压的功法 这件事方圆千万里都知道 但是谁能想得到 我修行了这门功法 谁又能知道 其实这魔刀破天法 和明月照天宫是配套的 同修良法 我便能掌控明月与魔月 还能凝聚二者化为血月 此刻 侯天的声音越发猖狂霸道 似乎还带着一丝解脱 他身上的气息 也是越发可怕起来 他周身萦绕的魔气 越发雄昏 他的实力在不断地增长 侯天身后 那星红怪物的身躯之上 已经攀附上了浓郁魔气 变成了黑红交错的样子 气息更加狂暴 更加疯狂 充斥着无尽的杀戮欲望 而在这时 夜晨听着侯天的话 却是不屑地看向他 血月 你凝聚出的血月 不过是徒有其表而已 闻言 侯天不由勃然大怒 其实明月血天计 只不过是为了给他自己 提供力量而已 天穹之上的血月 也不过是他用明月和魔月 凝聚而成的 只是侯天怎么也想不到 他会遇到夜晨 夜晨有人非凡传授的 血月图天斩 能够动用世间最强血月的力量 人非凡的血月之力 哪里是侯天能够相比的 因此 在夜晨的血月图天斩面前 侯天的血月就像是冒牌货一般 瞬间被笔下去 极其丢脸 那不过是你借来的力量而已 我掌握的可是真正属于我的血月之力 侯天杀意浓郁至极 死死盯着夜晨二人 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们坏了我的好事 夺我月煞狐 这一桩桩一件件 都已经注定了你们的必死结局 随着侯天话音落下 他身后黑红交错的怪物 仰天怒吼起来 而在侯天头顶 一轮明月冉冉升起 三月洞天 镇压一切 侯天怒吼一声 同样是三轮圆月 却是一轮明月 一轮血月 一轮魔月 三轮圆月映照着各色光辉 镇压着一方天地 浩荡地神威席卷而下 三轮圆月转动 侯天被笼罩在月光之下 他身后的怪物 变成了红黑白三色 一对三色交错的诡异眼瞳 死死地盯着夜晨二人 都给我去死吧 三月同天之下 我就是无敌的神 侯天怒吼咆哮 身形确实突然消失 下一刻 突然出现在夜晨面前 一掌狠狠拍来 侯天这一掌势大力沉 他的力量 仿佛在一瞬间提升了数倍 让夜晨脸色凝重起来 六灭真觉 毁灭神道 给我爆发 夜晨心中低贺 煞剑直接刺出 六灭真觉 狂自偏施展 夜晨一举一动之间 似乎都有毁灭万物的威能 剑出如龙 与侯天一掌碰撞 夜晨却感到一股巨力传来 身躯震颤不休 体内的五脏六腑都在震动 可想而知 侯天此刻的力量 有多么的可怕 而在这时 侯天已经再度消失 随即出现在下弱血的面前 小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